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一直不舒服的她 去妇产科检查从原本以为的生病 变成两条线的大惊喜 但前期真的经历非常多不稳定 去了几次的急诊 流了一些眼泪 现在宝宝顺利满了三个月 也终于可以与大家打招呼了 随后更附上一张宝宝的超音婆罩 最后也提到 因为前期安胎的关系 自己已经胖成了小胖子 肚子也好大 金钟奖红毯请勿条件夸我美 消息一出不少粉丝献上祝福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